屏東恆春機場從2014年9月停飛之後 關閉機場的消息屢屢傳出 屏東縣政府敲定9月21日 將試航菲律賓、馬琳拉機場 進行新闢航線的空機試飛 為恆春機場爭取火化 2004年1月12號 屏東恆春機場風光啟用 然而卻受到環境氣候影響 尤其恆春半島每年10月到隔年4月盛行落山峰 常常造成班機無法起降或停飛 旅客相繼流失 於是屏東恆春機場在2014年9月停飛 時隔6年後恆春機場赴飛出現曙光 在屏東縣府爭取多年的國際包機計畫 敲定9月21日將試航菲律賓、馬琳拉機場 到恆春機場的航線 就是讓這個公司先來試航試飛 如果他們覺得相關的條件成熟的時候 到時候我們就可以來推動這個短期的旅遊 這次進行新闢航線的空機試飛 飛航的螺旋槳引擎客機可以做31位旅客 白金航空從馬琳拉飛恆春已申請專案 屏東縣府表示新闢航線確定之後 將規劃旅遊套裝形成 不過因應防疫這次的試航不再客也不開艙 而此次的空機試航是恆春機場在2014年9月之後 首次有名航機起降 可以說是恆春機場活化國際包機的大突破 華視新聞週末和邱君平榮浩北屏東報導 主要是認為 frozen機場活動特朗